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看我每天的收视帖子早点收到 或想看某些资讯 你可以去Patreon支持我 其次我还有一个免费的Facebook private group 如果你觉得我写的东西又想早点看 或者想收多些我的资料 或者我发放的资讯 你可以去Facebook那边去加入我的 private group 其次有没有再贴近点的事? 有的 就是我会有两个谷 那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每日数据分析 每日即使数据分析 中间有很多数据 甚至有时会给大家一些即场的烟石 另外就是每晚我都会有另一个谷 就是那个是奇权盘路仓位解读 主要是去分析一下每日每大户做的什么策略方向等等 所有的东西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Youtube下面有留言 可以登记 或者有连续在这里 有问题可以留言 或者PMO 现在正式开始这个礼拜的每周大使分析 欢迎大家回来奇权大叔每周大使分析 今天是2023年1月22日大年初一 先和大家估计早年 恭喜大家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另外横财奏手 财源港进 我们要谷赚钱 所以这些都是重要的 不过今年来说 身体健康仍然非常重要 不要以为疫情过了 可能新的疫情又再出现也不奇怪 今年仍然不太好 好了 先放个广告 如果你第一次看这个频道的朋友 请大家按Subscribe 按下键小铃铛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做得好 请大家按个like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答你 好了 长话短说 我们回来看看周线行指 现在来说 是一条长劍地冲上去 如果你问我 其实很好气势 纯粹用周线 先说一下趋势图 用趋势图法则去看周线 现在是第六阶段 牛市入口 如果下星期不回的话 下星期只有两天 也挺难的 你说大回我也觉得有点难度 如果下星期还有高位的话 基本上很高的可能性 是进入第一阶段 说真的 你来到第六 究竟是下星期还是再下星期 再下星期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三个星期 连续升了三个星期 升幅不少 回一回再上升 都没有影响 对周线来说 动力仍然在 所以你问 后市如何 我相信还有一段 动力向上 这段动力不能忽视 除非未来到周线会横行 开始出现横行 或者开始出现反复 这又不同 令到趋势图有所改变 但问题 它现在未进入第一阶段 很难会有这么快出现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 我相信后市还有一段 一段时间的升幅 大家拭目以待 好了 我们先看看数据方面 这个星期的高位 比上星期的高位高了281.69 就是2205 1.77 低位是2138 3.0 都高于上星期的195.3 全星期的波幅增幅了86.39 又有668.74 这星期的波幅不算太多 这星期的波幅不算太多 升幅来说 就是305.99 刚才也说过 周线图的趋势图法则 现在是第六阶段 牛尸入口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就算你要沽 不要紧 不过你要快手 不要长渣 如果沽不对版 一天不跌下来 不要走 因为它真的可以夹死你 我觉得 你只可以做即使 不要做一个比较长的策略 好了 先说下星期的阻力位 阻力位上是22667.09 以周线来计 分界线是22119.22 大叔未到 是的 未到的 因为这是很大的阻力 如果能穿得到这里 22667 就应该要到的 如果不到的话 就有机会向下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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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呀 现在大支潮 2107.09.59 会不会到这个位置呢? 我相信下星期只有两天市 应该没有 因为下星期我们有三天假期 再者上海没有市 没有北水 所以我相信下星期要回不是那么容易 可能也会回 不过未必回到那么多 大家自己小心 今个星期收回这个位置 都收在22000楼上 其实不是一件很差的事 不要掉以轻心 不过一件事 升了这么多 要不要回呢? 迟早来而已 升了这么多 回就一定需要 不过看看回到什么 周线暂时讲这么多 稍后回来说说日线 然后再跟大家分析多些 稍后见 回到日线图 我这次用了一张价格行为法则的向上通道 和一个横行通道 去跟大家分析 说之前不如先讲数据吧 稍后再讲幅图吧 先讲一下这个星期的成交方面 这个星期的成交方面 成交相对地比前一星期 少了21.86% 少了多少呢? 少了326.33亿 不过还有1166.11亿 记住一件事 这个星期四星期五就没有了北水 如果没有了北水 虽然它做不到1000亿 也做了900多亿 其实都是交早差的 再者拉回平均数 这个星期五都超过1000亿 其实不算太差的 可以接受的 记住因为没有北水 不过下星期只有两个交易日 这两个交易日都没有北水 所以相对地应该下星期的成交是会再缩下来的 可能会是1000亿以下的 那1000亿以下是否很过分呢? 没有北水不是很过分的 其实 好了 再看下一个干燃转角是1月27号 其实就是下星期 另外一个就是2月6号 小心点 2月6号是什么意思呢? 记住一件事 虽然我们正在过农历年 今天是大年初一 但今天仍然是苦年 何时去到套年 2月4号上午10点钟 才正式踏入套年 换句话说 2月6号 就是刚踏入套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大家要小心 会不会那天出现了一个转角 或者见顶 或者whatever 我们不知道 未知 因为如果有这么长的假期 还有距离还有这么多的交易日 去估计这么远的东西 我觉得 没有实质的数据去支持 我不如不说 这些未必是一个很准确的 很精密科学的估计 所以我宁愿留待接近那时再说 不过记住 如果从江恩的推断 江恩也是一个 你说科学也可以 不科学也可以 起码用江恩是有数据 有history的东西去计算的话 2月6号也是一个重要要留意的日子 好了 之前说了1月仓是出了首映的 其实真的出了首映的 现在是不是在首映之内呢 现在这一刻仍然是 你说有没有改变呢? 这件事我留在这个星期的会员后续 去交代 如果你说 我都很想听会员后续 这个星期就没有需要 是真的即使谷的朋友 才可以收到会员后续 如果有兴趣想知道的 你不如不妨去PM我 看看怎样入谷 怎样去听到这一段 这么重要的一月如下的指示 好了 现在来说 取射图法则的日线 仍然是第一阶段 持续上升 动力很强 不差的 仍然是非常强劲 这几天的横行 只不过可能是一个休息 另外 下星期的好淡分界线 日线的好淡分界线 是21756.9 另外我想给大家多一条很重要的线 在上面一条大阻力线 22703.01 这条线 我相信后续去到这个位置 会有一阵的压力 或是未必容易穿 又这么说 如何处理这条线 都对在后市是有很大影响的 所以大家到这个位附近的时候 值得留意看看市场 用什么形态上去处理 另外我想说一下 幅图 如果有留意我每天的收市帖 我记得我星期四已经说了 其实那个市场就横行了七天 即是这里 这一段 这里是七天 又可以凸了头 横行通道是可以穿的 但最终收回来 那天是跨过横行通道的 有上亦有落 但是一样 为什么是七天 为什么我那天才说呢 其实在黄金比率神奇数字里面 列波丽神奇数字里面 七是一个神奇数字 在光阴里面都是神奇数字 所以刚刚七天就完结了 去到第八天 又可以突破 为什么说这个突破呢 这次真的突破 不在通道里面 没有碰过的通道 跳了上去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突破 再者 其实它的收市价是很接近的高位 差十点左右 非常非常接近 你想想 在这么接近的市场 顶到上顶 还要星期五 还要在一场假期之前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自己想想 不过再给大家一个提示 大户 星期五那天 就是刚刚假期前那天 就完成了一月期子仓 转二月仓 究竟它转好仓还是转胆仓呢 转仓那天 还要是一个突破 大家自己思考一下 思考不到的 可以去参加 每月分享会 因为我已经把分析报告 出了给已经报名的朋友 他们在Telegram谷里面 就已经收到分析结果了 究竟后市是升是跌呢 就自己考虑 去报不报告2月分享会 2月分享会什么时候举行呢 在2月1日 2月1日那天虽然是开市的 没办法 因为我要等期子结算完 我才能够可以做到 可以说完所有东西给大家 所以怎样都要去到2月1日才有 所以现在踏正2月1日 虽然不是假期 希望可以快点说完 不要阻止大家休息 再回到这里 市场现在很好的 如果你问我 可以猜不猜得 如果从趋势图 周线就去到第六阶段 日线就第一阶段 在这么强势里面 是不是真的要迫一个猜呢 其实不是不行的 是可以的 不过是即日回调 不要过夜 你想想 这些日子在通道里面横行 中间都有回的 不过看看那天的波幅能够不够 波幅也说每天都不太多 只有300点左右 所以是不是太多 不算太多 但是一件事就是 由于根本上有回调 你捉不捉到 但是风险高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风险高的 如果你问我 我就宁愿博升 你回到差不多没力 开始弹那一刻我博升 因为有什么事情上来 我捱多一天都可以 捱多一天 我看多一天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说淡仓 你回来没机会看都可以 留意星期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其实星期五是高开的 有个裂口仔 但是他特意开市 不久就特意回回头 回头是什么意思 他回裂裂口 那怎么样 是刚刚碰到星期四的高位 是刚刚碰到 多都没有 为什么要做这样 不想留个裂口 不想要回裂 我可以继续上去 这真是已经很帅的做法了 所以后市是有一定的动力的 不要乱乱去顾着 我相信未来 如果你要问我 大叔 究竟农历新年回来第一个交易日 你猜开红盘还是 跌市 开好仓 星市或跌市 不开红内地的术语 我都搞不定 我会觉得星市的机会比较多 不过 上面的空间 如果我看星期五的仓 空间又不太多 以星期五算 或者这么说 因为他也有几天假期 他也免得做这么高 再者 旗子夜期 你看到这段之后 星期五晚夜期 都已经去到222 你说上面有什么空间呢 跌跌 小心 做完那一刻就回 但回得多不多 我会觉得回通也不太多 下面有位置顶住 不要想太多 或者这么说 这条通道现在变成了唯一阻力 他未必可以这么容易 再打入通道里面 甚至打穿通道 不可以做一个大回调 不过我觉得 如果要后市真的看好的话 从现在这幅图 最后两天的升市 应该未能够出现大回调 起码要多升一支大棍之后 才再回回来 差一支 可能星期四回到大年初五 大年初五开市的时候 会比较好 做一支大棍冲上去 一点都不奇怪 刚才说了 上面有个227 留意27顶住你 是一个现货 不要问我现货人其货 我所有在这里说的图 全部都是现货 大家看着 2月会怎样 没得说 2月分享会 很快 还有不是很多交易日 提醒大家 下星期香港港股休三天 内地休足五天 即是港股下星期只有两天 再下星期结算 其实结算那天 只有三个半交易日 因为结算我当半天 三个半交易日 你想想 所有所余的时间 真的不多 大家自己 收拾吧 好了 一先说得七七八八 想知道多些后市是怎样的呢 会员后续 或者想知道下星期怎样的呢 我们稍后也说下星期的特别日子 虽然是小交易 也说一下特别日子 稍后见 我们回到特别日子 下星期港股休三天休息 星期一、二、三都休息 只剩下星期四、星期五两天 所以下星期会静一点 再者上证内地放足五天 即是下星期的星期四、星期五 都不会有北水 相信成交是会减少的 希望可以维持到九百亿左右 也有机会没有 因为过年始终有点淡静 散户未必入场 不是散户的人 当然要上班 为公司服务那些要上班 就像我为各位会员服务 我都要做事 我都要做记录的 其实星期年初过年三天 假期我还要抄美股 还要看美股 没得走的 先说整个星期 恒指是星期四、星期五 两天都强 原来只剩下两天都强 旗指都是两天都强 各指是星期四强 上证不用说是没有的 道指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强 S&P500是星期一、星期五都强 纳指是星期一、星期二 都很个别发展 可能交易不强 始终有个大折 亚洲主要市场会有些影响 因为台湾也没有市 你说日本有没有? 日本有的 韩国我没记错 韩国也很似休两天 如果这样计算 其实只有日本开市 或者另外一些不重要的市场 例如印尼那些会有事 但问题是 新加坡也没事 对整个投资市场 下星期在亚洲这边 是会比较静一点的 我们稍后讲 趋势头法则 如果趋势头法则来说 恒指、各指、科指都第一阶段 不过要留意一个东西 科指的力量差一点 相对两个指数来说 就弱了一点 现在比较开始横行 会不会横行之后再多冲一口呢? 我觉得有可能性 这一口可能是最好一口都不奇 或者到时要看看所有指数 究竟出现了什么变化 出现了什么变化 或者现在市场 我只能说一句 向好的 不要乱去沽 上面有没有目标 去到什么位 会不会334 破顶 暂时来说我看不到去到这么厚 短期内想知道短期是多少呢? 2月分享会 我都留点资料 给支持我的支持者 到时再说吧 上证 上证虽然下星期没事 但仍然第一阶段 但这个星期升得很有力 非常强劲 第一阶段是一个强劲信号 我相信后市还有 所以会带动恒指继续上升 道指也是第一阶段 虽然上星期有几天比较差 但到最后一天都比较好 不过 道指来说 暂时第一阶段 开始有点吃力 有点持平 会不会持平 然后再冲口呢? 就拭目以待 S&P500 也是第一阶段 他就不同道指了 他的势比道指更好 即是够力 纳指第六阶段 他就去到第一阶段门口 不过一样东西 他现在是有改善 不过还差一点点 如果纳指真的能够上第一阶段 我相信可以带动美股再上一上 不过大家记住一样东西 2月1日 美国联储局已成 这一口冲上去 究竟可以冲到多久呢? 会不会继续破顶呢? 他的势始终不够恒指 或者上证这些 我们这边的声势那么强劲 因为道指都比较 开始持平 换句话说 他可能去到2月1日 一公布完以息 或者加完息 会不会有一个回调呢? 暂时未知 不过如果这一转加得少 是有望刺激回股票市场的 大家拭目以待 或者再留意下星期的每周大使分析 这个星期就差不多了 重要位置也讲了给大家 真的漏了 没有听到 回头再听一次 最后再和大家拜多一个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横财奏守 心想事成 希望来年 会给大家赚多点 赚多点 好 暂时就这么多了 记住看星期一的美股分析 如果是 即使谷的朋友 记住看会员后组 因为这星期会员后组 好精彩 好 下星期再和大家 每周大使分析 下星期见 拜拜 好 赞 好 好 有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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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